不这样煮 我刚刚说了 你们在烫的东西不够香的原因 你看看它香 然后这边有一个撇步 跟几位特别来宾 我们一起分享 时间上在计较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是 都会忽略掉 这个萝卜干的炒香 那我这边的一个诀窍 就是在煎这个鸡腿肉 让它出油 出油以后 我把萝卜干放进来 就利用猪油来炒香 鸡油来炒香 那么刚刚我们一直在计较说 萝卜咸度的问题 就会一直在计较说 要不要泡水洗 淡化的过程 与其这个样子 要不要逆向思考 用它的量来决定它的咸淡度 而不必要太计较 就是下盐一样 对 可以先告诉我一下 这个要干嘛用 这个 没地方吧 爱厨没有做 好 那现在我们利用它煎熟的这个 控档呢 煮面 面线就可以先下了 那么或许我们会担心说 会不会太烂 对 那么你预留它的膨胀空间 因为我们的面线的线条 其实都蛮粗的 我也是上司 他其实示范是什么粉丝堡 他知道冬粉很耐煮 我以为冬粉丝堡不能耐煮 没有 要看场牌 对 好像要看场牌 要泡 那我现在这边不要煮那么透 我预留等一下把它放到 鸡汤里头来煮的时候 就没事了 鸡汤 是的 那现在呢 我们担心铁枣出来以后 它会结球 会 变得面饼了 对 先咬一点的麻油进来 或一点点的酒 让它在这里头 它是松的 不会结块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就是做菜前要先想好 怎么分配 对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拿开 拿开 那么萝卜就在里头炒了 好 那么现在整个鸡腿肉呢 出来以后有没有 肉不要去煎它 看起来 肉的 直接放在一起 对 这样 但不会凝固吗 不会 一点都不会 不用放油 不要放油 要放 不是不要放 最后的时候 但是最后的时候放 提味这样 对 把醋油当提味用 好 那么另外在一边了 我们爆香 麻油鸡怎么做好吃 好 来 我一点的香油进来 虾麻油 一半香油一半麻油是吧 对 我们刚才有水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整个鸡皮有煎过了以后 它有香味了 就不担心 我感觉你有认真在里面 有啊 但我坐在山里门口就忘了 你不是在旁边 你不是在旁边门口就忘了 对 我可以去他家吃 好 米酒 留一点点 现在就煮它 那我现在整个圆饼好了 我要翻我也不好翻 那么现在慢慢的 把猪油往旁边淋 好漂亮 好漂亮 对 好远哦 加盖油上下 我里面温度我都 等于是半蒸半煎 是 不好意思 这怎么翻啊 慢慢的不要急 阿姨师 你要知道时间吗 我知道 我知道 OK的 我OK的 已经九分钟了 没有 不到 假美哦 漂亮 好辛苦 好 来 没有啊 面线线进来 我刚才还拌过东西的 你看 对 还需要再拌一下 但是我吃就是香嫩 对 那我现在的咸度的 面线就出来了 加就好 而且几乎都是很久 水很少 翻了 精彩的来的 倒数15秒 我爱妈 很漂亮 好 整个机油都在外表了 5秒 还要再加 8分钟出两道菜 菜不能跟 红胀了 跟那个煮的面包一样 倒 来 完成 也太棒了 太棒了 好棒哦